法海你不懂爱,雷锋塔会掉下来。 1924年9月25日,杭州西湖畔的著名景点雷锋塔突然倒掉了。 事后,鲁迅写了两篇文章来论雷锋塔的倒掉,认为雷锋塔倒得好。 大师比利老辣,以小见大,嬉笑怒骂之间,狂甩头枪匕首, 莽戳旧文化和国民性令人酣畅淋漓。 但是孙传芳不这么认为,雷锋塔倒的这一天,正是孙传芳入驻杭州的日子。 这塔鉴于北宋初年,屹立了近千年,扛过了无数次战火天灾, 孙传芳前脚带兵进城,后脚塔就垮了,大家都认为这不是好兆头。 孙传芳没有用无神盾武装头脑,他也认为晦气, 于是命人在与雷锋塔遥遥相望地抱出他脚下,修建了观岳庙招中词, 想用武圣来震风水,冲灰气。 从后来孙传芳的人生轨迹来看,无论是雷锋塔还是观岳庙, 显然都没有对他的命运施加影响。 1925年,孙传芳在这一封战争中力挫奉军,一跃而成武圣连帅, 两年后又在北伐战争的打击下一蹶不振。 用周星驰的话说,人生的大起大落太快,实在是太刺激了。 如果说湖北是孙传芳发迹的舞台, 那么浙江就是孙传芳制霸的舞台。 孙传芳是如何拿下浙江的呢? 这得从江浙战争说起。 北洋时代,江浙两省长期对峙。 从派系上讲,江苏和浙江分别是直系和晚系的地盘。 从利益上讲,两省为争夺上海一直明争暗斗, 上海本属于江苏,却一直被浙江军阀控制。 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使袁世凯的权属使然。 正如讲抗战壁坛918一样, 讲北洋军阀混战不得不替袁世凯。 1913年,宋教人被刺杀后, 南方革命党掀起二次革命, 袁世凯令冯国章、张勋率兵南下, 贡献了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南京。 之后,冯国章以江苏都军的身份坐镇南京。 时光飞逝,当袁世凯想过皇帝隐时, 冯国章并没有捧场, 二人岁生贤习, 多年革命有意走到了尽头。 1915年11月, 上海镇首使郑鲁城被革命党人陈其伟辞杀, 袁世凯趁机裁撤了上海镇首使和松江镇首使, 新设松户护军使镇首这两个地方, 在官制上, 护军使与都军没有明确的隶属关系。 松户在行政上属于江苏管辖, 新任松户护军使杨善德, 松户护军副使卢永祥, 上海防守司令何锋林都不是冯国章的人。 袁世凯就是想恶心并牵制冯国章, 以防止其伟大步调。 袁世凯死后, 北洋嫡系分裂为晚, 指两派, 两派的带头大哥分别是段祺瑞和冯国章。 杨善德、 卢永祥、 何锋林都投入了段祺瑞麾下, 冯国章还是没有拔出这根心头刺。 此后, 杨善德升为浙江都军, 卢永祥接过了松户护军使, 卢永祥升为浙江都军后, 何锋林又接过了松户护军使。 在松户问题上, 晚西一直晚接礼赛, 独吞上海这块肥肉。 二十年代的上海, 每年关税收入达一千三百万元。 直戏对此很不爽, 冯国章去北京当副总统后, 推荐铁杆李纯接任江苏都军, 李纯一直想夺回松户这块肥肉, 不过没等付诸行动, 他自己就死在了委员大头服务的路上。 接任江苏都军旗械员, 一上台就声称, 上海是我们江苏的一部分, 一定要夺回来。 浙江都军卢永祥针锋相对地表示, 上海乃是浙江的门户, 我们一定要保持。 齐谢园并不是光叫欢不咬人的主, 他是真想动手, 无奈直戏的两位大哥曹坤和吴培福不同意。 曹坤忙于总统选举, 不想节外生枝, 吴培福既要对付东北的张作霖, 又要提防西南各省, 于是想把卢永祥收入麾下, 为己所用。 原来, 1920年直晚战争后, 万西一败涂地, 只有卢永祥保住了浙江这块地盘, 不过此时他陷入了直戏三面包围之中, 势单力薄。 吴培福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恩威病师应该能拉拢卢永祥, 他开出的条件是副作, 也就是让卢永祥去北京当副总统。 卢永祥也是老狐狸, 一眼看破了这事坑, 一口回绝了吴秀才。 卢永祥不仅不给吴培福面子, 也不给曹坤面子。 曹坤会选总统期间, 卢永祥率先通电反对, 表示不承认会选总统, 并要与北京政府断绝一切联系。 当时时也, 直戏如日中天, 卢永祥毫不给曹吴面子, 谁给了他勇气呢? 显然不是梁静卢, 给他勇气的是张作霖和孙中山。 作为直戏的手下败将, 段祺瑞和张作霖是很不服气的, 段祺瑞向东山再起, 张作霖想抱直奉战争的仇, 问鼎中原。 此外, 广东的孙中山也想出兵北伐, 消灭北洋军阀, 直戏是最强大的军阀, 也是孙中山的首要目标。 卢永祥是段祺瑞的人, 又被直戏包围压制, 自然乐于与直戏的敌人结盟。 于是, 卢永祥之子卢小家, 张作霖之子张学良, 孙中山之子孙科举行了三公子会议, 三个loser抱团取暖, 结成了反之三角同盟。 由此, 将这矛盾升级成了直戏和反直戏的矛盾。 放眼全国态势, 可以发现, 虽然卢永祥被直戏三面包围, 但直戏也处于反直三角同盟的包围之中, 张作霖在东北, 卢永祥在华东, 孙中山在华南。 直戏无论对哪一方动手, 另外两方都不会作弊上官。 大风起于清平之末, 历史上很多大事件, 发源于威系不易察觉之处, 量变缓慢堆积之变, 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大花卷。 故事还得从福建说起。 福建都军李后基是晚系的人, 他从1916年就坐上了这个位置, 但他这个都军当得并不顺心, 因为他手下的两员大将 张志平和王永泉并不是他的心腹, 而人平时不怎么尊敬领导。 1920年直晚战争, 晚系倒台, 李后基见识不妙, 搭上了直系的路子, 脚踩两只船。 1922年直风战争后, 李后基彻底投靠了直系。 李后基气晚投之后, 在直系的知识下, 搞走了张志平和王永泉。 晚系灵魂人物徐树珍 与李后基与李后基是表亲, 前来做李后基的思想工作, 李后基竟然见都不见, 还说徐树珍一贯兴风作浪, 惹不起还躲不起。 徐树珍见李后基, 全不念香火之情, 决心搞掉他。 小徐一面用巨款帮助王永泉夺回旧部, 以免邀请广东方面出兵, 当时晚系已与岳方结盟, 孙中山派出了许崇志, 李应外合, 一举打垮了李后基。 直系当然不肯善罢甘休, 曹昆命驻湖北的孙传芳第二师 和驻江西的周英仁第十二师, 组成圆敏军扫平福建。 孙传芳和周英仁, 二人是军校同学和拜把子兄弟, 在本省都很不得知, 这次出来就没想回去, 都想搞一块自己的地盘, 地盘是军阀的标配, 没有地盘成不了大事。 二人进入福建后, 击败了王永泉。 王永泉下野之前, 将残余军队交给部下杨华钊, 让他到厦门会和张志平 一起车往浙江, 投奔卢永祥。 在段祺瑞的指示下, 卢永祥收留了张志平和杨华钊, 把他们改编为浙江边防军, 全军一万多人, 驻扎在敏, 这晚, 干四省批连的开化, 纯安一带。 卢永祥凭空增加一万多人马, 还摆在敏赶地区, 让邻居们很不安。 老罗, 你啥意思啊? 咱们可是签了约的, 浙江与江苏, 安徽, 江西分别签订过和平公约, 规定不得荣留, 收编客军, 不能找外援, 你在玩火你知道吧? 吴省, 福建的孙传芳也加入了进来, 一直要求卢永祥解散这支军队, 但遭到卢永祥拒绝, 直系早就想对卢永祥动手了, 赃扬入这事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战借口, 毕竟, 国内舆论和外国人的态度都得估计, 双方都积极备战, 准备大战一场。 1924年9月1日, 孙传芳率先发表了对浙江宣战的通电, 两天后, 其解缘的军队进攻浙江战争打响, 迁移发而动全身, 将这战争很快引起了连锁反应, 卢永祥通电讨伐曹昆, 曹昆向其解缘下达了开战令, 接着, 孙中山, 段祺瑞, 张作霖根据盟约分别通电讨伐曹吴, 孙中山声称要与诸军会师长江, 印马黄河, 已定中原, 段祺瑞指责曹昆不知国家人民为何物, 礼义廉耻为何事, 张作霖威胁要用空军问候曹昆的假, 将由飞机已问足下之起居, 整个以待最后之回答。 与此同时, 直系各堂口的负责人, 以及臣服直系的地头蛇们, 如冯玉祥, 蔡成军, 江西, 王怀庆, 热茶隋, 张甫来, 河南, 萧耀南, 湖北, 马连甲, 暗徽, 陆洪涛, 甘肃, 王成斌, 直立, 郑士奇, 山东, 刘湘, 四川, 杨曾新, 新疆等也纷纷通电, 支持政府讨伐叛乱, 这样, 一场地方战争演变成了全国性的大混战, 将这战争只是大棋盘中局部战役, 主力决战还得看吴佩福和张作霖之间的第二次直风战争, 这里只聚焦江浙战争, 苏奇方面联合了安徽, 江西, 福建三路人马, 总兵力八万余人, 这路方面汇合了上海, 由敏入质的部队, 总兵力九万余人, 此外, 双方都争取到了部分海军舰艇参战, 当时的海军就向雇佣兵到处找靠山讨生活, 双方也都有飞机参战, 都不成规模, 心理威慑远大于轰炸威力, 苏奇的战略是兵分两路, 骑协员统帅北路, 孙传方统帅南路, 两路进兵, 前后夹击, 这路的战略是北宫骑协员, 南方孙传方, 北线, 双方势均力敌, 很快就打成了僵持状态, 9月8日, 南线的孙传方瞅准机会, 从福建向浙江发动了进攻, 福建和浙江之间有一道天险, 仙霞岭, 据东瑜记要记载, 仙霞天险, 锦荣一马, 被称为东南索月和八米咽喉, 此时, 驻守仙霞岭的是这一军第二师第四旅炮兵团张国威部, 仙霞岭之战本来应该是一场恶战, 不料张国威突然竖起了白旗, 原来, 张国威是日本士官出身的老牌炮兵团长, 混了十几年, 一直升不上去, 心中颇不满, 这次县官投降, 是把仙霞岭当作觐见孙传方的见面礼, 搏一搏, 孙传方当即任命张国威为全军炮兵司令, 前面开路, 孙传方兵部雪刃进入浙江, 卢永祥大为震惊, 急调预备兵力去堵截孙传方, 孙传方这次来浙江也没打算回去, 他在心理上已经把浙江当成自己的地盘了, 当初, 孙传方和周英仁拿下福建后, 一山南戎二虎, 两人产生了矛盾, 孙传方不想和兄弟撕破脸皮, 加持他志向不止于福建一鱼, 所以他特别想向外扩张, 这一次, 孙传方打起仗来特别用心, 他告诉士兵们, 别想着回福建了, 这是背水一战, 拿不下浙江就等着饿死, 他还特别强调了军技, 严令与民秋毫无反, 以获取浙江人的好感, 面对这样的军队, 卢永祥派来的堵截部队显然不是对手, 被孙军追着一路猛打, 就这样, 这卢的整个南线垮了, 孙传方大军一步一步向省城杭州挺进, 此时, 坐镇杭州的卢永祥动摇了, 他的主力在北线和旗械园僵持, 实在抽不出援军, 无奈之下, 他决定孤注一掷, 把全部力量集中到北线, 保住上海, 等待张作霖打败吴佩孚之后, 支援自己, 9月19日, 卢永祥撤离杭州, 跑到了上海龙华, 临走前, 他任命警察厅长, 下抄代理省长, 负责处理善后, 并兼任杭州警备司令, 第二天, 北京来了圣旨, 任命孙传芳为都里浙江军武善后事宜, 兼敏这巡月事, 曹均和吴佩孚之后, 希望尽快结束江浙战争, 然后将兵力北调, 集中力量对付张作霖, 所以给了孙传芳一个大礼包, 希望他更加卖力作战, 带省长, 夏超, 见浙江已无力抵挡孙传芳大军, 暗中投靠了孙传芳, 9月25日, 孙传芳率领大军进入了杭州, 孙传芳没在杭州待多久, 因为此时北方主力大决战已经开始, 曹、吴派人敦促孙传芳立即进攻上海, 结束东南战事, 当卢永祥和齐谢远在上海周围杀得难分难解之时, 孙传芳这支生力军的加入逐渐打破了僵持状态, 从10月1日到12日, 这军连战连败, 松江、嘉定、清浦相继失守。 12日晚上, 卢永祥召开团长以上军官会议, 讨论作战方略, 部下陈乐山认为苦战无益, 劝卢永祥急流勇退。 陈乐山的第四诗见之最完整, 说话分量也最重, 他这么一说, 卢永祥就觉得完了。 张志平和杨华昭大骂陈乐山, 说官兵尚有三万, 为何不能再战? 但卢永祥明白大势已去, 当即通电下也。 13日一早, 卢永祥带领何丰林、 张志平等, 等船东渡日本。 卢永祥走后, 残余的部队并没有崩溃, 他们公推驻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徐树征为总司令, 继续抵抗。 徐树征指示部队以上海租界为城池, 顽强抵抗, 以待时局变化。 9月15日, 租界担心战火蔓延, 公布局派出巡捕软禁了徐树征, 之后又把他搞出了上海。 至此, 这军群龙无首, 彻底失败。 通过江浙战争, 齐界园拿下了梦寐以求的上海, 孙传芳不仅拿下了浙江, 还收编了近五个师的卢永祥军, 成了东南吴省中最有实力的军阀。 江浙战争以这一路的失败告终, 但在北方, 吴佩孚率领的直系主力却被张作霖击败了。 这意味着, 在整个直系与反直系战争中直系失败了。 江浙战争的局部胜利, 并不能挽救直系失败的命运。 这也意味着, 一旦张作霖大军南下, 引马长江, 直系在江浙战争的战果即将不保。 果然, 第二年在张作霖的知识下, 卢永祥又杀了回来, 搞掉了旗械员, 报了一件之仇。 面对奉军大军压境, 孙传芳领衔东南吴省, 抱团取暖, 在这一份战争中击败了奉军, 一支反推到了徐州。 经此一战, 孙传芳成立了这, 闽、 苏、 晚, 干吴省联军, 任总司令, 拥兵数十万, 正式升级为一线军阀。 国民战争无胜败荣辱可言, 只有城头换来换去的大旗, 而代价却是农家子弟失衡遍野, 孤儿寡妇夜夜啼哭。 木头云然无胜败荣辱可言, 我们下免败荣辱可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